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上月3月20日田愁官宣报喜一所得子来看 两人爱的结晶正大前 谐音正大前 满月里应该是四天前 故而这则视频是存货 相众 身穿白色印花卫衣的幸福妈妈田愁 头发随意竖起 微笑对近毕业 前天22刚出月子的她 产后已急速瘦身 仍旧满满少女感 留着短岁发型的田愁老公 则是身穿灰色短袖T恤出镜 帅气有形 与小12岁妻子同况丝毫无为何感 曝光视频中 田愁拍手亲身说道 小宝宝满月了 并嘟嘴闭眼向老公所问 后者意识十分配合亲吻女方脸颊 一脸宠溺 两人拍拖仅六个月便领真登记 算是凤子成婚 儿子满月里这天 田愁夫妇为其推上一个精致水果蛋糕 上写Happy 30 Days 令人忍俊不惊的是 作为主人翁的小兽性全程躺在爸爸怀中酣水 在梦中度过满月宴 熟睡的模样十分酣泰可居 软萌可爱 据田愁透露 产后他一直坚持亲自哺乳哺育 偶尔会搭配鲜奶粉 评论区下方 不少粉丝们为小宝宝送来满月祝福 赞祺长得像爸爸简直秉应一般 也有网民调侃称 感觉这个男的好像唐森吗 与田愁有夫妻相 事实上 透过田愁的社交账号个人简介显示 他的老公账号昵称确实是唐森 儿子教证大钱 寄托着父母的袭击与愿景 据公开资料显示 1997年生人的田愁出生于山东自博 原名筹林林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空城专业毕业后 并未选择当空姐 而是凭着甜美的长相及窑窕的身材 加入小镇山山当一名模特 随着互联网经济浪潮的爆发 田愁独自创业开服装店 转行到网红永粉超过百万 至于感情方面 一信源爆棚的田愁 曾有过两段轰动的恋情 一段是与解说淡淡 另一段则是与万达集团少公子王思聪 2019年7月 田愁被拍到与王校长甜蜜约会且互相喂食 从而曝光新恋情 二人一度被目击到 现身杭州买公寓的画面 但仅过了一年田愁便发文宣布分手 两段感情未果后 田愁于2022年3月 今有人介绍相亲认识现任老公 拍拖仅半年便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对于田愁另一半身份 网传是一位金融业的富二代 但女方直播时 否认并透露丈夫只是从事餐饮 机场安保工作的人员 田愁老公虽说财力远不及王思聪 但身在贴心与温柔 中俘获女方的芳心 另一乡 王思聪身边依旧女伴不断 人不肯风盘收心 图片来源网络 青泉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